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终于有一天 它来了 我相信听了混沌理念是这次堂课 我们将有共同的一个暗号或者黑话是它来了 各位看同样这个句式 这个pattern我们念到人生的事业里面去 临在当下 专注于去创造自己的美好作品 喜欢自己的美好作品 充满了热忱去做 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说它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不要给它目标 不要给它限制 终有一天 使命就会降临的 这个句式一模一样 这条路是我推荐的路 也是我本人走的一条路 因为通过一个载体进入这条路 所以X入道 那个道 狭义的道 我可以把它离几成使命 X呢就是我们的作品 所以不要等在这里 等待使命来了 你再去创造作品 反过来 创造作品并击穿它 会逐渐跟自己的使命合一 它来了 那个感觉 所以不要嫌自己做的事情小 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这个作品里面去 全力以赴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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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穿它 就会出现美好作品 增加大的一个地方击穿了 会出现美好作品 然后继续去喜欢 继续去享受 继续去追求 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都退成了背景 只有我们的美好作品是焦点 把全部意识能量 全身心在美好作品之上 击穿它 灵魂作品就会出来 灵魂作品将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而是经由我们流淌出来的 继续击穿我们的灵魂作品 最后 灵魂使命就会降临 这个方法论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法论 从触手可及的小事 一层一层的击穿 最终那个大的事情就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问我美好作品 和灵魂使命的区别是什么 我想我说的不一定对 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美好作品 用大爱做小事 是我奉献给这个世界 独一无二的小礼物 我喜欢 我擅长 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没有必要把美好作品 这个切口变得太大 如果美好作品的切口过大 其实对我们没有意义 你没有抓手 那灵魂使命是什么呢 灵魂使命可以放得特别的大 灵魂使命是人生为一件 大事而来的 那个大事是什么 当然这个大事 我加引号 它不一定是数量上的大 或者财富上的大 是对我们而言 那个意义上的大 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 那个大事是什么 我来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给予我良多 那我反过来回馈给这个世界 独一无二的那个伟大礼物是什么 我有一份伟大的礼物 要回馈给世界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 独一无二的只有我 才能带给这个世界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 如果加一个比较的话呢 灵魂使命将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换句话说 我此生的生命 是为使命而来 那个东西 叫灵魂使命 我必须承认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最后走到最后一步 所以我的建议是 先从美好作品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 灵魂使命那个阶段 中间的过程追寻自己的心 一步一步地去走 给予你的礼物 给予想要他的人 直到你意识到 你还有更伟大的礼物 可以馈赠 然后转而给予那个 总是朝向更伟大版本的 自己前进 给予更伟大的爱的礼物 中间的正反馈信号 是喜悦 追随你最伟大的喜悦 找到你能够给出的 最伟大的礼物 并充满喜悦地去做 就像你在做 你为此而生的事 就像你是独一挖二的 完全适合这项任务的 就像到现在为止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这件事 所做的准备 它让你觉得 这是你人生当中 最真实 最伟大的那个目的 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将成为在地球上 创造天堂的一员 你将使你的生命 变得神圣 从而使你所在的世界 也变得神圣 那个状态叫做使命的状态 多么美好啊 在提供服务的旅程的某个时刻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为他人服务 你其实是在为自己服务 或者你心里非常清楚 这是你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什么 而是你内在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就像你在表达自己内心的礼物 那么你就处于心灵 非常敞开的状态 那么很有可能 你正在给予你最伟大的礼物 很有可能这时候 你处于你生命当中 使命召唤的那个状态 这就是人生最幸福 最幸福 最灿烂的那个状态 我不但知道我自己是谁 和我真正的我自己合一 而且我充满了创造性的力量 来给予这个世界 我能给出的最伟大的礼物 其实不是在给这个世界礼物 是把我内在的东西 自然的流露出来 就是创造了 这个时候就是being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doing 我不是在doing 而是在being 就像伊隆马斯刚才那个视频的 最后一句话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 我不想做任何人的救世主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对人类的未来 有我的希望 我愿意这么去做 它不是为别人去做 是把内在的东西怎么样 表露出来去做的那个状态 如果我再回答幸福的话 这就叫幸福 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如果给灵魂使命 我加上一个最简洁的标准 给各位的话 再回到我们的灵魂说问上去 因为我的存在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假如没有了我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损失 等我们有资格 有能力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将接近使命召唤的时刻 而且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是处于使命召唤的时刻 我们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请大家盯着这个句式 那个时候你做事情 已经不是为了我 或者我的公司 不是为了我的客户 为了谁啊 为了世界 为了人类 那个时候你将没有小的边界 你的眼里边看的是世界 是人类啊 我亲爱的同学们 你想象一下 人类这个虚无缥缈的词汇 假如有一天 你做的事情 就是直接为人类做贡献 多美啊 人类啊 因为我的存在 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假如没有了我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损失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 对于没有处于使命召唤的时刻的同学 会有压力 我想我们怀着虽不能治 心向往之的状态 来看这句话吧 至少我希望能够展示一个境界 它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达到 但是我个人相信 经由我们的努力 经由击穿我们的作品 人人都可以达到 那个状态 在那个状态里边 有一个特别独特的词汇叫 独一无二 就是我给这个世界 所做的那个贡献 是独一无二的 是只有我才能做的那件事 那个东西是什么 把它粘出来 将不如此生 请一又举两个例子 你会发现 这两个伟大公司的使命 都找到自己独一弯的 那个地方 乔布斯1997年 重返苹果之前 有人问他说 苹果出了什么问题啊 你看他说什么 说苹果没有了灵魂 在我记忆当中 影响我多的企业家里 第一个认为企业也有灵魂的 是乔布斯 所以他把使命 跟企业的灵魂 合在一起 所以很显然 他讲的使命 是calling 是跟我今天的定义 是一样的 然后1997年 1月7号 是乔布斯重返苹果 第一次在苹果里面开会 第一张缓动片的 第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你理解一下 我刚才讲的几个句式 他说苹果的所有战略 都可以概括为我们的使命 为客户提供 只有苹果才能提供的 有意义的端到端 解决方案 请你踏出这句话 只有苹果才能提供的 东西是什么 充满了原创性 独特性 有我自己存在的那个价值 非常非常明确 如果这件事情是他人能做的 是不应该苹果做的 我干嘛去做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求全 求多 求大呢 我一定要找到最独特的 那个点点出来 它是什么 请你牢牢记录这个句式 结果怎么样呢 它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公司 那我们把这句话再击穿一下 乔布斯为什么要做个人电脑 为什么要创办苹果公司 他个人的使命又是什么 乔布斯在一本杂志里面啊 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自行车 给他带来巨大的启发 人类在所有的动物里面 其实我们跑得最慢 但是当人类有了自行车之后 其实我们骑上自行车 可以比猎豹跑得多快 这件事情给他巨大的启发 他粘出一个抽象性的词汇 叫做工具 他说自行车可以赋能人类 身体上的能力 于是他类比说 那我为什么要创办电脑呢 我用电脑赋能人类 以创造力 最后干嘛呢 启迪人生 所以你看乔布斯个人的使命 我一生都在寻求自我启蒙 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工具 启蒙他人 他的英文原词叫 enlightment 我想如果有研究 这个领域的同学 知道这个词的分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 我的一生都在寻求自我启蒙 自我醒觉 并通过我们的工具 帮助大家一起enlightment 这才是乔布斯做这件事情 背后的那个理解是什么 我的天哪 请大家再看这个句式 你认为是一个商人应该有的想法吗 是一个企业家应该有的想法吗 no 他真的跟Elon Musk一样 是人类级别的思想家 启蒙家呀 我再看另外一个范例 是微软 纳达拉定义什么叫使命 你看跟乔布斯几乎一样 一个公司的使命 是他灵魂的表述 公司的灵魂是什么 我说的不是宗教上的意思 而是一种最自然的表露 内心的声音 所以他跟我今天的定义 又是一模一样的 灵魂使命 我们必须要回答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们为什么而存在 他基于这样的思想 重新定义微软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 即我们独一无二的核心 我们必须拥抱 只有微软 才能带给世界的东西 我亲爱的同学们 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 你永远不要去copy他人 做你自己 你来玩这个游戏 一定有你自己独一无二的 那个目的性 原创性 创造性 把你独一无二的 那个东西施展出来 活你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要像别人呢 你看这两个伟大的公司 今天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 使命都跟灵魂使命挂在一起 都在追求自己独一无二性 我为什么而来 因为有了我 这世界有什么变化 那个东西是什么 最后粘出来微软的新使命 赋能全球每一人 每一个组织 帮助他们成就不凡 我在说什么 我在讲 也许我们击穿 美好作品之后 会达到人生最幸福的 那个状态 叫使命召唤 在使命召唤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真正的成为我自己 去做我此生该做的 那一件大事 不用顾及任何人的目光 不用去做任何其他人 就是做我们自己的 那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将为这个世界 为人类做出 独一无二的贡献 哪怕这贡献是一点点 但只要是为人类走了一点点 我的命就没有白活 我讲了这么多是商业上的案例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 非商业的案例 跳出商业 给大家另外一种启发 今年冬奥会 最火的人是谁啊 郭爱玲 除了郭爱玲呢 郭爱玲拿金牌了 那我就不愿意讲拿金牌的 我想讲一个没有拿金牌的 但是给我们带来 巨大精神力量的一个人 谁能猜出来 我要讲谁 哇 你真是我的小知音啊 我啥时候剧透给你的 孤勇者 与生结弦 与生结弦 这次没有拿金牌 但是他就赢了我的心 我相信他赢了非常多的人的心 他让我们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 比金牌还重要的东西 可能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次意识到 金牌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意义我想 近乎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启蒙的意义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运动员 他完全超越了运动 从运动成绩上来讲呢 2014年 冬奥会男子花花冠军 第一个亚洲冠军 2018年蝉联 是66年来第一个蝉联冠军 在他的华冰生涯里边 打破了19次世界纪录 大满贯选手 我们这次冬奥会 恐怕很多人跟我一样 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吧 我们听到这个名字 是从某一个解说里听到的 对不对 央视的陈颖 好像是与生结弦的粉丝 陈颖每次解说 与生结弦的时候 总会把最优美的词汇 给到与生结弦 我把陈颖的几段 优美的解说词 剪辑出来 奉献给大家 且间接了解一下 与生结弦 与生结弦 一位不带扬边 刺分屁的选手 勇言如语 生死如松 天若金虹 宛若游龙 还让我想起一句话 都说 途宫义 成功男 成功义 守宗男 守宗义 中宗男 作为曾经的奥运会冠军 与生结弦 又樱花 绽放式的决绝 一次次 傲然 毅力在国际赛上 与生结弦 与生结弦说 我为花花而生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知道 此生为何而来的一个人 我们看这一段 与生结弦 与生结弦 是一段时间的 我每次都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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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此生为何而来 幸福不幸福 最幸福吧 我知道我此生为何而来的 知道我生命中那个焦点是什么 哇 我们羡慕吧 是不是羡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 那个使命感 我此生为何而来 那个使命感 油然而生 他拿了两届冬奥会冠军之后 冠军是他的目标 拿了两届冬奥会冠军之后 冠军这个目标 已经不再成为他的目标 这个时候他的生命 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超越 不再为外界那个目标排行榜而活 而为自己内在而活 开始从对外的一个追逐 回到内心的梦想是什么去追逐了 到第二届冬奥会之后 他现在还支撑他 待在滑冰场上最大的动力 或者唯一的动力 是跳一种 人类还从来没有跳过的一个动作 叫4A跳 在空中跳四周半 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这段小视频 4A是我现在全部的动力 4A跳 四回旋半とかをやりたいです いやー いけるかな 手に必要かと言われたら 多分そこまでは必要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勝つため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 幼い頃の自分に合わせる顔がまだないので まだですか 厳しい 幼い頃の自分本当厳しいんで 本当厳しいんで 本当厳しいんで ただモチベーションに関しては スケートも辞めたいとかっていうことは全くないです 何よりモチベーションは全て4回転アクセルだけなんで もう取るものは取ったし やるべきこともや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 あとは小さかった自分の頃に描いていた目標 夢じゃなくて目標を叶えてあげれば それだけかなって思って やっぱり骨を言っちゃえば 言っちゃったんでアクセル飛ぶって だからやりたいんですよ 今まで自分の人生の中で 絶対これをやるって言って やりきれなかったことはないですし これで世界が終わ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ぐらいの アクセルの練習をしてきて 自分に問いかけたんですよね 本当に終わるのお前 ちょっと半端のところで自己満足して 終わっていいのかなって すごく考えて でも一番うまいんですよ 僕の中で一番うまいんですよ だから諦め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か 最後の眼神 增幅了很多人 也征服了我 那個眼神 那個坚毅 其實看起來像女孩子一樣 但是内在那個力量 我的天哪 我不了解 什麼叫C跳 我查了一下 C跳 選手需要在騰空到近80公分的高度 滞空0.7秒以内 完成四周半的高速旋轉 然后掉下来 跟特别硬的冰面 像撞击的那個力量 是体重的8倍 各位想象一下 你掉下来是体重的8倍 是什么概念 有一个比喻说的相当于 你跟一个正常奔驰的校车 正面被那个校车 撞上这么大的力气 他脚底下戴着冰刀 冰刀直接积在硬硬的冰面上 所有的力气都是那个脚 脚跟承受着 全身8倍的力量 这件事情的难度有多大呢 他相当于马拉松 跑进两个小时之内 相当于百米 跑进9秒50 这都是人类生物能 所无法达到的地方 无论通过任何科学的实验 数据 把所有的能量拿来运算 是人类的极限 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然后与生皆嫌说 如果大家都说 只有我 才能完成这个想象的动作的话 我想 去完成它 就是我的使命吧 整个人类 都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只存在于设计和想象当中 他说如果没有任何人 能够完成这个 那我来吧 这是我的使命 我自己走出的一小步 就相当于帮整个人类 走出一大步 那个感觉 压在那个人的身上 成为他的梦想 使命 创造力的源泉 有了4A 我才能生气勃勃地活着 4A 是我作为花华运动员 赌上人生的最后的梦想 他今年已经26、7岁了 早就过了黄金期 他能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留给与生结贤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是他最后的梦想 要完成这样的一跳 你看他的意志是什么呢 每一次我的身体 都重重摔在冰面上 仿佛是死亡跳跃 我是带着自己 指不定哪次 就会摔出脑震荡 然后死掉的心理准备 在训练的 我的命 是为了死一跳 我用我的生命去跛 4A跳 都值得 为什么这么执迷呢 我非常不理解 我把与生结贤 那么多的比赛的视频 采访的视频 纪录片 他自己的两本传记 都买来看 春节期间 几乎是我跟与生结贤 共度了一个春节 就是他追逐4A这件事情 打动了我 我完全找到一种 同频共振的感觉 我看着这个故事 好像我自己也活过来一样 获得了某种巨大的 感同身受的力量 我说为什么呢 他讲得最清楚的 是2021年12月26号 他讲自己 为什么执着于4A 那段话说的 太好了 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 迄今为止 人类所建立起来的 像B帐一样的东西 我认为就是4A 我想跨越这座B帐 4A就是我们花样 滑冰选手的极限之币 我想要创造 那个超越极限的 一张 一个几乎是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花花运动员 完全可以放下 对这个运动的追逐 去做更多的事情 却在自己体力最后的时间里面去完成 即使在巅峰期都无法完成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 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自己 心里面想的那个边界 甚至不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 而是为了人类 人类总是会被一些屏障 无形的屏障给挡住 很多这个屏障 就是我们给自己自由设限的一些屏障 一旦有一个人跨过这个屏障 其实就相当于整个人类都跨过去了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 一英里跑 曾经有一个公认的人类的极限速度 是四分钟 没有谁能在四分钟之内跑进一英里 也被认为是人类身体的极限 1954年有一个大学生 英国大学生叫班尼斯特 莫名其妙 到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哥们儿在一次比赛当中 居然跑进了四分钟 接下来奇迹发生了 一个月之内 就有运动员又跑进了四分钟 当年有十几个运动员 跑进了四分钟 请问 个体超越人类极限 对人类有没有意义 如果我不做 它就不会发生 如果我做到了 就相当于人类都做到了那个感觉 请允许我再隐身一点 回到伊隆马斯克身上 伊隆马斯克无比怀念阿波勒登月的那个时刻 他说宇航员一个人登上月亮的那个时刻 不是他一个人登上去 对于我们其他普通人而言 看到那一刻 就相当于我们也登上去了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 心理 意志 状态 也同样达到了 所以有人问他 你真的能移民火星吗 你说他说什么 能够移民 这当然是我的梦想 但即使不能移民 当第一个宇航员到达火星的那个时刻 人类的自我激励 也会达到火星 整个人类 这是与生结旋 作为一个小小的运动员 追寻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的执拗 背后的那种让我尊敬的地方 往往人类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走过的路 会成为全世界人走过的路之一 所以我亲爱的同学们 一定不要小视自己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造者 这句话是真的 只要我们创造了自己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全都改变了 你不需要去改变他人 你只需要改变你的这个世界 这个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这就叫全息分形结构啊 这就是人之为人 使命感里面最美的那个地方 我铺垫了这么多 但是非常遗憾 他失败了 他在这次冬奥会之前 只在一次训练的时候 跳出过4A跳 只成功过一次 那在这次冬奥会上 没有任何其他选手选择4A跳 而4A跳由于是设计出来的动作 没有任何人跳过 所以给4A跳的基础分 是比他低等的动作只差一分 而他的难度是十倍百倍 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拿金牌 跳4A跳 完全不合理 宇生节选 在最后跳之前 他大概排名第三 宇生节选 有两个选择 一 放弃4A跳 去跟陈薇一样 去跳四周跳 有可能拿到铜牌或者银牌 另外一个选择 老子就是要跳4A 这哥们选择了跳4A 我们看一下 一 放弃4A跳 把自己所有的文耀 所有的辉煌 放在历史的出轮之下 十字定 短节目诗币 他叫的这种采访是说 这是不是被并讨认了 这很淡然 何常不是另一种的网者充分 经历终究难堪 假若登帝成汉 与君共天 一时一转 成败也当笑看 这一次我也非常尊重 中国的网友 一直以来 我们是为成绩论 为成绩论理又为金牌论 我们连银牌运动员都记不得了 一直以来 我们为中国运动员鼓掌 仿佛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 我们为失败者鼓掌 为一个他国运动员鼓掌 我觉得这超越了体育 超越了体育精神 是我们内在 本质具足的某种东西 被唤醒了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具有某种人性启蒙的意义 目标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跟公道一样 一射绝命 不是绝他人的命 是绝自己的命啊 我看到三连生活周刊 有一段评价 字字缩进我心 在理解了与生结贤 执意生涯的使命之后 只会愈加对他敬畏 他的执迷带着 飞蛾扑火的悲壮气息 在那个偏弱惊鸿 宛若游龙的身体里边 尝着一股坚毅而笃定的使命感 他的身上 有一种区别于这个时代 主流价值观的古典主义气质 谦弱却坚毅 渺小而倔强 不畏失败 不畏得失 他谦和 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我特别喜欢这里面一句话叫 古典主义气质 我要加一个词的话 古典主义美学的气质 他站在这就提醒我们 人什么最重要 真的是外边的KPI里面 排名靠前就最重要吗 真的是他人给我的牌派最重要吗 这种古典主义美学气质 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而其实这古典主义美学气质 不在于外边 在于我们里边呢 这就是今天或者整个的课里边 我希望寻找的一个路径的转换 我称它为90度革命 从对外界目标 他人评价系统里边 逃离出来 回向内心 回向当下 追寻内在的使命感 从内在寻找意义 然后激励自己往前去走 他人的评价 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接下来我再邀请各位 欣赏一段 与生节旋 极为悲窗气息的一次比赛 我起的小名字叫 血色魅影 一次 两次摆着向场地挪去 最后由教练摘扶离场 在等待裁判打分的时候 他甚至还在向教练抢言欢笑 他下巴上的鞋已经渗了出来 这痛苦感已经肉眼可见 他完全适用生命完成了本场比赛 因为他在之前的项目中 积累的分数足够高 所以即使在本场比赛中出现了数次失误 他也依然能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当裁判封布这一结果时 女生节前再也防不住了 他眼泪而气泡深大呼 汗水 血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 归成了这种人心弦的瞬间 这种权力以赴的听伯精神 或许就是让他从一个患有哮喘的男孩 成长为一名花华之神的最大原因 相信他所展现的正能量 一定还会服务到更多的年轻人 这才是竞技体育最大的意义所在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 看一段 与生节旋 最完美的花华 这个分数比他两次冬奥会拿冠军的分数还高 比所有其他运动员 在这个项目上的分数都高 是自由华到现在为止最高分 零食舞的一次 是人类能够把美通过身体 表达出来的一次 有花冰 有芭蕾舞 有音乐 整个身体投入境内 整个花冰场里边洁白的 只有一个人在划 那个感觉 我请大家欣赏一段 最美的花华 听集不返 听集不返 你 年轻人 阿克希尔三周跳 接后来的明两周跳 编排步伐 编排步伐 难度进入的联合旋转 那次他得了322分 历史最高分 完全是人间合一 进入一种无我之境 甚至人和冰面都混为一体 那通过这个舞者进入无我之境 其实现场的观众也进入无我之境 这个视频是在B站里边 关于升级线的视频里边 流量最大的一个视频 我用它的一个原因是 这个视频里面观众的情绪都是最好的 你看到观众的掌声和音乐声完全合一 经由一个人进入无我之境 然后所有的观众也进入到无我之境 这就是传说中的同频共振 传说中的心灵音乐会 哇塞 这有多么美好 这两天我们反复在追寻幸福 如果看了与生结弦的故事 追寻使命和梦想 幸福不幸福呢 追寻使命即使失败了 幸福不幸福呢 我的一生为何而来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在今天你在运动生涯的末端 运动一个老将的时候 依然还在追寻着自己的使命和梦想 用自己的生命去享受那个感觉 不是他的花滑 让我们感到美感 是那种使命的精神 让我们感到了美感 我请大家给这种精神 再一点掌声吧 谢谢大家